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一陣子去泰安的路旁 然後就看到一片櫻花林 那現在大家都在拍櫻花 櫻花就是在春季的時候 尤其在初春的時候就造成一股蜂巢 大家都在賞櫻拍櫻 然後最近又有人到南部去賞黃色的童年花 可以說是台灣現在世紀都有花季 在夏天的時候也有四月雪 五月雪 然後到五月的時候還有香絲花 那冬天的時候花特別多 那所以說呢 那為了記錄這種繽紛的世界 美好的這個感受 我也跟大家一樣喜歡閃韻 那同時呢現在就來畫這種繽紛的世界 當然就是說在這個畫面 它其實雖然是看起來是現實 但是現在你仔細看它的這個線條 它其實它又不是現實的結構 所以說在畫畫的時候 我們只要懂得一點點那個光影的原理 它就可以在暗部創造一點光 然後在這個暗的地方 我們創造一點亮的線條 當然現實裡頭這些東西的話 它是不一定是那麼強烈 但是我們透過作畫 可以去把這個 這個遠端的這個深層的這個部分 再把它加強 那這個翠綠的部分 我們也稍微把它點一下 這樣子它就構成一個 一個就是比較有層次 比較有變化的 比較有色彩魅力的一個世界 我在無意當中就使用這種斜線的筆法 那這個呢大家都知道 最擅長使用這種斜線筆法的 這是泛骨 但是我又沒有想到說奇怪 我怎麼會突然間去使用這種筆法 因為過去在我的繪畫裡頭 比較少見這樣的大片的使用這種筆法 但是我們在講說你看過畫之後 大概會有個印象 然後印象之中你在印象裡頭 會有造成潛意識 潛意識裡頭你就會自然而然的跑出來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這一切都是隨緣 因為我是隨緣而做 所以呢 所以說我就是點到那裡 算到那裡 然後這個後面的不好處理 這個亂 就亂亂的這種東西不好處理 我也是一樣點到哪裡 處理到那裡這樣子 前面的部分我們就多強調 主體的部分多強調 然後後面的這些繽紛的我現在還在點 我希望這張畫完成之後 那後面的透空 在構成背後的空間 我希望後面能夠再霧一點 然後這個叫做山的頂端能夠再霧一點 然後我還需要再繼續做 或者是說有山的氣 那麼還有再做 好謝謝大家的信賞 謝謝